诶 今天很有趣哦 是医生要来问我问题了 这是我的患者问我 就是他也是一个 治疗勃起的一个大哥 就是他已经休息了很久没约会 然后想要再重出江湖约会 所以他就来做治疗 那治疗之后 我觉得他确实有进步 就是陈伯啊 印度啊都变得比较好 然后我就说已经比较好了嘛 可以去约会 然后他就说他就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呢 他就回来问我说 他说医生 我问你哦 就是晚上吃饭的那个女生啊 吃完饭说 要不要来我家喝茶 就是送到家门口说 要不要来我家喝茶 那是 当然就是邀约的意思啊 因为都已经送到家门口来 说那你要不要上来喝茶 那就跟韩国人说 你要不要上来吃一碗拉面 是一样的意思 韩国人一直这样说 韩国人说 你要不要上来吃一碗拉面嘛 对不对 意思就是想要有跟进一步的关系啊 北太久没谈恋爱了啦 就是 阿贝有去吗 他就说 我就问他嘛 因为我也想知道说 他到底治疗好不好 我就说那有没有去 测试一下 对 然后他就说 他说他没有 为什么 他就说 他说这个女孩子 他的前面的一个丈夫 可能是一个西方的篮球员 所以他有点胆怯 是这样 他比不上是不是 对就会有点紧张嘛 但是其实我要在这里呼吁大家 就是大小不重要 重要的是健康跟真心 不是是硬度 我想说 我觉得你医生太文言文了 重点是硬度 有硬度 对对对对 就是有足够的硬度 跟足够的贴心 就配了 对还有技巧 跟愿意服务对方的一颗热忱的心 对对对对 但是外国人伸缩系数没那么大 就是他变化性没有那么大 就是那个人说完喝茶 我不一次来问我 他说你有用过这招吗 我就说我没有 我说这招是可以用的吗 好了大家好 我是诗伟 欢迎收看诗伟爱健康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胎大泌尿科女生 我们来欢迎江仪妮医师 医师你好 诗伟好 大家好 好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还是要提醒 请大家呢 动动手指头 帮我们订阅 两性密码的频道 欢迎订阅 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邀请更多的朋友呢 一起来看我们 泌尿科的单元 我们跟人家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我们邀请到的 都是医学中心等级的 泌尿科医师 来做专业的医学讲解 当然也有两性亲密关系呢 非常重要的 如何更加亲密契合的 一些关键点了 都非常欢迎大家呢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哦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不只男生 心有余儿力不足 连女生都会 对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请医生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案例 对 就是最近大家有看到 一个新闻吗 就是说 有一对情侣 就是他在 亲密过程中被打断了 就是突然有人闯进来 然后闯进来之后呢 这个女生就很紧张 是 他就太紧 就一直夹着对方 然后对方就拉不出来 所以男生的弟弟想退也退不掉 对 就卡住了 所以就送去医院嘛 然后打肉毒赶去 让他松开之后 还有一些肌肉松剂 把它松开之后就解开了 是 这个问题 好尴尬喔 那个救护车怎么上去的 对 其实有一些细节部分 也真的不知道 就但最近就看到这个新闻 那确实临床上是会有一些 阴道静磷的女性朋友 比如说我自己就有遇到一个 很年轻的女生 她来看 多年轻啊 就是二十几 就是蛮年轻 然后她一进来她讲 她就说 医生我 我的的时候 会痛 然后就哭了 她就说 她就说因为她过去交的男朋友 都因为这样 屡次跟她分手 那我一听我也觉得 怎么会这么年轻 就确实真的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因为这样子的患者也比较少来泌尿科嘛 可能去妇产科比较多 所以也觉得 当然你要怎么帮她测试 因为这是在爱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 对 那你要怎么怎么去帮助她 知道她到底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 因为爱爱的时候感觉疼痛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情形 对啊 所以一方面是问诊 一方面是检查 那我们就是局部帮她检查看看说 她的阴道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发炎的状况 那有骨盆里面有没有比较纤维化的部分 那这个女生她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内诊 她的阴道就会非常紧缩 对她就会缩起来 然后再来就是说 她有几个点 她的外阴部有几个点 是一碰到她就会很不舒服 就是很痛 所以我们那时候采取的一个治疗 就是给她一些肌肉松弛剂 这是什么 这叫阴道静暖吗 对 阴道静暖 OK 太紧张了 太紧绷了 对 太紧绷 就是张力太高了 就是不自觉紧绷了 那也不是她能控制的 对 她是没办法控制 因为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第一个案例 她应该是平常没有这样的情形 她只是在那个很惊吓的状态 因为突然过程中有人闯进来 闯进来 对 她就发生了这个状况 吓到夹住 对 吓到夹住 就是真的也是一个很紧急的状况 因为如果一直夹住 这个对方也会缺血 是 是 是 那第二个就是根本在性交的时候就是疼痛 对 她就是会觉得非常痛 所以她会很恐惧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首先先给她一些肌肉松弛剂 然后治疗了一些阴导发炎的状况 然后再给她润滑剂 但是她就是有回来反馈 所以回来之后她确实放了进去 但是她还是会觉得不舒服 是 所以我们就给她一些局部的麻醉药 就是我们在治疗男性早泻的时候 会用一种喷剂 对 直接喷在底底上面吗 对 主要喷在龟头 就不会那么敏感 那喷了以后就减少这个敏感度 那也给这个女生用了这个药 那因为她第一次第二次她会 就是有一点焦虑 所以当时还有用一些减低焦虑的药 但是在后来就几次顺利了以后 她就变成说不用那么多 她就只需要吃一点肌肉松剂 然后这样喷鸡这样就可以了 喝一杯酒有放松吗 我想说会不会直接喝一杯酒就放松了 可能有些人她真的还是属于 长力比较高 也许酒精的那个 会有点催化作用 力量有一点 但也许不一定那么够 所以医生你很了不起耶 你挽救了一个女生 一生的性生活的幸福 大家不要想说这个很那个 如果你说她跟一个爱她的男朋友 硬结婚 但天天性生活都不美满的话 那个其实真的会影响到感情 生活 压力 工作 都会受到影响 对 因为大部分其实是遇到更年期的 女性朋友来看 那通常就是用一些荷蒙的治疗 就让局部的阴道再增后 或者说加上润滑剂 相对来说二十几岁的患者是比较少 但也是有这样的患者 OK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在性交方面 发现了一些疼痛跟不舒服 女生也会心有缘力不足 可以去找医生来做治疗 因为如果说第一次遇到 有可能是不是那么适合 如果说我连续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可能就可以寻求一些医疗上的帮助 好 节目最后呢 我要问医生一件事情了 这个没有在那个题目里面 我还是蛮想要请教的 诶 请问医生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职业伤害 比如说呢 像我们良性密码的频道都知道 我不喜欢吃香蕉 我自从做了密尿课节目之后 我就几乎不再吃香蕉 因为一吃香蕉 我就会想到要做节目 而且我也不喜欢唱歌 因为我尾牙主持常要帮忙唱歌 所以我也不喜欢去KTV 医生你有什么职业伤害吗 我的职业伤害 应该说我有一个职业困扰 就是大家常会问我说 就你整天都在看这个 你会不会对男生没兴趣 对啊 对 但是 所以就会影响到我个人的感情生活 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对男生没兴趣 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做这个行业 那跟我的患者接触越多 那发现说 大家都有各种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烦恼 或者说不一样的喜欢的东西 反而会觉得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 男生的 对 还是蛮喜欢男生的 你不会因此的性能感就是了 对 只是说 确实是一个职业上的困扰 现在几分喔 8分 8分整 好 我想一个结束 等我一下 我想一个结束 我有问题 你有遇过别人邀你去他家喝茶吗 蛤 不是喝酒是喝茶 没有就是我患者最近问我的 她说 她说她跟一个女生吃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然后她就说 那女生就问她说 嗯 要不要来我家喝茶 蛤 然后她就问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但又 女生一直问她说 没有办法来我家喝茶 她也没有一直 她就是轻轻地问她说 要不要来我家喝茶 那就是啊 就是啊 就是喔 就是啊 但她没去 她说因为那个女生 她有点会紧张 为什么 不是她就是怕自己没有那么大 就讲是个外国人 是一个外国篮球员好了 假设是这样 她 这个很大耶 摩兽那张照片你知道吗 对 你们有看摩兽那张照片吗 摩兽有迪迪的照片吗 有啊 她 那时候她是放一个四个照片 神雕侠侣 杨过跟小龙女还有一只 旁边有一只雕嘛 嗯 然后她有总共四个对比 最后一个是摩兽 她跟那个 台湾一个 女艺人还是谁 然后拍照 她说她雕呢 她雕不能放出来 因为她穿篮球裤 她大概是那么粗 然后放在旁边 就只能放左边或右边 不是那么粗耶 然后不是勃起的状态 那大家都觉得很恐怖 但是我觉得外国人 伸缩系数没那么大 就是她 对 没有那么大 对 她变化性 没有那么大 烟香 好 没关系 我们来聊 今天很有趣喔 最后的时候是医生 要来问我问题了 欢迎欢迎 那个方小姐 我姓方 方小姐能回答的 我都会尽量回答 台北方小姐请说 就是最近 这是我的患者问我 就是她也是一个 治疗勃起的一个大哥 就是她已经休息了很久 没约会 然后想要再重出江湖约会 所以她就来做治疗嘛 是 那治疗之后 我觉得她确实有进步 就是陈伯啊印度啊 都变得比较好 那我就说 已经比较好了嘛 可以去约会 然后她就说 她就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呢 她就回来问我说 她说医生 我问你哦 就是晚上吃饭的那个女生啊 吃完饭说 要不要来我家喝茶 就是 吃完饭 吃完饭说 要不要来我家喝茶 对就是送到家门口说 要不要来我家喝茶 那是 当然就是邀约的意思啊 因为都已经送到家门口来 说那你要不要上来喝茶 那就跟韩国人说 你要不要上来吃一碗拉拼 是一样的意思 韩国人一直这样说 韩国人说 你要不要上来吃一碗拉拼嘛 对不对 那那那 通常台湾人会说 你要不要上来喝一杯咖啡 坐一坐再走 意思就是想要有跟进一步的关系啊 阿伯太久没谈恋爱了啦 就是 那阿伯有去吗 她就说 我就问她嘛 因为我也想知道说 她到底治疗好不好 我就说那有没有去 测试一下 对 然后她就说 她说她没有 为什么 她就说 她说这个女孩子她的 她的前面的一个丈夫 可能是一个西方的篮球员 所以她有点胆怯 是这样 她比不上是不是 对 就会有点紧张嘛 但是 其实我要在这里呼吁大家 就大小不重要 重要的是健康跟真心 健康跟什么 真心 不是是硬度 我想说 我觉得 你医生太文言文了 重点是硬度 大而无当 就是你没有硬度 跟小 但是是冲锋枪 有硬度 对 就是有足够的硬度 跟足够的贴心 就可以了 还有技巧 跟愿意服务对方的一颗热忱的心 对 对 这个比较重要 跟她是不是篮球员 只是尺寸比较大而已啊 对 对 也是 阿伯加油 我们替你加油鼓励打气好不好 有时空没空可以来 看一下我们俩新密码频道 记得订阅跟按赞 这样子你就可以从 张医师这边得到很多的 力量跟勇气 你不是孤单的 我们一起来帮助你 解决你的问题 阿伯加油 我们谢谢张医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要听听完什么 就是 那个人说完喝茶 我鼓励师来问我 他说你有用过这招吗 我就说我没有 我说这招是可以用的吗 可是不一定 不一定吗 不一定